政府早前公布永宁金屋的售价按不同大小和座项售价有57万至168万不等 房屋局一直强调金屋的定价是按照市民的承担能力去定定 正轮后金屋的市民一定买得起金屋 每月的供款最多就占家团的收入是三成而已 再加上七成的作为这个案决 5%的贷款年利率 供款年期20年是推算出来的 如果50几万的楼20年供款都最少要供3000元以上 那我现在7000元收入或者7500元收入 我要供3000元怎么是30%呢 新澳门学者认为永宁金屋的定价与正轮后金屋人士的期望售价提高至少七成 如早年政府曾表示金屋的参考持价为每平方匙1100元 以面积最少的三房一厅单位来计算 售价应该是50万左右 但是政府所公布的售价最低也要大约89万元 最高售价更是超过了140万 价格是翻了好几倍 而更夸张的是政府向发展商回购的单位价格只要约25万元 政府方面就解释出售金屋所赚的钱还是会花在市民身上 新澳门学社表示金屋的售价应该要与兴建成本土地成本行政费用和市民的购买力作为定价的准则 而不是向现在每一次出售金屋政府以行政法规去公布定价 澳亚卫视县娜娜王红军澳门报道 享受金屋